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下載你會發現 好像下載的資料 他會是哪一個時間呢 你會發現下載的資料好像 公共市長 他這個下載好像是從那個 2019的1月好像這個資料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下載更新的 他其實裡面還有一個其他連結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顯示更多有沒有 他這邊好像還有 這個是 2019年的吧 最新的好像是在這邊的樣子 這個12月 我看你預覽一下 OK 這邊的話你看 底下有7000多項 應該這個是最新的 所以我們直接換一個 換這個好了 最新的 我看一下要把它下載 複製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重新再下載的話 其實只要變更什麼 變更這個的連結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連結只要貼上 然後再讓他確定說他的這個網址沒錯誤 然後再把它弄一下 這個地方把它再弄 剛剛從2019的1月1號到好像是不是記得7月14吧 看一下 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好像是2019 你會把這個網址有7個連結找到 然後呢 分別下載 所以你可能如果要7個全部的話 那你就會變成說 下載第1個之後 然後讓他向下追蹤 因為我們的層次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Range A1指的是你的Distination 就是你要放在哪裡 的意思 那如果你假設第1次也是A1 那第2次還是A1的話 他會怎麼樣呢 你會感覺他把它蓋過 其實不會啦 他會把它 就是擠到右邊去 我印象中是這樣 就是你下載第2個還在A1 A1裡面有資料 他就把它擠到右邊 所以一直擠 變 所有東西都擠到右邊去 本來也有5個欄位 他變成10個欄位 再下一個變成15個欄位 一直在一推 OK 所以如果你要取得全部資料的話 那你恐怕是什麼 當然你這邊要怎麼做呢 不需要說你想說老師那我是不是要寫一段 這個下載1下載2下載到7 不用啦 你會發現程式 很多地方是重複的嘛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其實你可以呼叫一個叫共用程序 如果這個程式裡面只有一個地方 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網址不一樣的話 那其實你將來可以用參數的方式 帶一個什麼 帶一個這個網址 給 這個共用的 程序就可以了 至於那個寫法我們 後面再來看 所以 難度會比較高一點點 但是還蠻實用 就讓你的程式 可以比較簡潔 那首先的話 當然我們先 知道有這個問題 總共會有7個檔案 所以會有7個連結 那要怎麼樣快速把這7個連結 全成一個 這樣才是完整資料 OK 我們先針對一個 資料先來做說明好了 第一個的話呢 我把資料下載了 那如果我想知道 到底 這個什麼青蔥 在哪一個市場 買 是最便宜的 假如說 這樣 或者類似 你們老闆 你幫我看一下這個資料 來幫我排序一下 那首先的話 我怎麼做 第一步 其實 這個資料還好 數量分析表 直接可以用 為什麼 因為他 該有的欄位都有了 什麼 比如說你要買什麼 青蔥好了 青蔥有 在哪個市場也有 多少錢也有 OK 所以 這一個資料呢 就不需要像 前面的那個範例 需要新增一個欄位 OK 除非說你還有什麼 這裡面沒有了 好像 這資料也蠻單純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 利用什麼 插入 這個 樞紐分析表 把這個全部位給他好了 OK 按確定 那哪個市場 所以 市場 就放在列 為主要的 分析 的這個資料 OK 分析藍位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次要的是 品名 放在藍 OK 不過呢 你會發現 因為品名非常多 所以他會列出來這麼多 那怎麼辦 如果我只要輕衝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就怎麼樣 這個地方 你可以用篩選 也就樞紐分析表裡面 怎麼樣 他其實還結合什麼 結合篩選 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功能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 有點印象 其實就等同是你用篩選 點擊的時候 跳出來的畫面 是一樣的 然後把他留下哪一個 全選打勾取消 賣這麼多 輕衝好了 OK 按確定 好 那目前沒有價錢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 平均 元 公斤 一公斤多少錢 放在 這個地方 不過你會發現 輕衝這麼貴啊 沒有啦 因為 他這個地方 指的是 我剛講過啦 如果你拖拉的是一個數字的話 他預設就加總 但問題我們不是要加總 因為他這個資料 12月1號到 12月31號 有31天 所以31天加起來 單價就這麼高 可是我不是要加總喔 我是要 12月1號到 12月31號的平均價格好了 你告訴我平均價格 那平均的話怎麼改 特別注意喔 請你在這邊有沒有 點下去 值的欄位設定 特別注意喔 剛剛我們有改項目 項目是幾個啦 可是我不知道算幾個啦 但全部幾個都一樣 另外我們要算什麼 平均值 就是 12月1號到 12月31號 平均下來 的輕衝價格 OK 按確定 你會發現喔 平均價格就出現了 差價這麼大嗎 刺通是 391 然後 所以這樣看不容易閱讀 所以接下來怎麼辦呢 我習慣是把那個 小數點乾脆取整數算了 所以 常用裡面的話 可以把 這個 小數點去掉好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這樣也不方便 其實主要我們要找到最便宜的 再到最貴 最貴其實 可以忽略不看啦 所以呢應該做什麼 排序 那怎麼排序 非常簡單喔 你可以把游標放在這裡 然後呢 再到哪裡呢 再到 這個資料裡面有個A到Z嘛 A到Z不是有小到大 A到Z 好 這樣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最便宜的 價格 在哪邊產生呢 在 成德 平均 充的價格是75塊 OK 成德應該知道在哪裡吧 這好像是在什麼 在那個育成 育成國小那房 就南港吧 松昌南港那一帶 旁邊好像有一個什麼 中校醫院吧 中校醫院應該比較知道 記得應該是在那邊 還有什麼 辛龍 永樂 前三名大概是這樣 如果說啦 最後可能會有同學說 老師這個總計 跟這個總計有點礙眼 我不要這兩個東西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按右鍵 可以怎麼樣 把它移除總計 看到嗎 如果你不要它的話 這邊的話呢 就有個移除總計 你按右鍵 它就不見了 按右鍵 把它移除掉 那底下這個什麼 一樣 按右鍵 移除總計 這樣看起來就清爽一點 另外的話呢 可能有同學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 因為每天的價格都不一樣 我如果說希望 可不可以讓我切換 我想看 12月1號 可不可以用切換的 可不可以再針對日期 去做一個查閱的動作的話 那其實教各位 另外最後啦 這樞紐分析表還有一個功能 這邊有個篩選對不對 主要是列嘛 其次是藍對不對 如果你要統計什麼放置 這邊還有個篩選 我剛剛都沒用過 篩選的話就是說 你可以把日期 再放到篩選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有個下拉清單 它可以只針對什麼 12月1號 做資料的篩選 這個時候的話 出現的就12月1號 的價格了 那如果12月2號 沒有2號 2號可能修飾 有沒有 每天每天的價格 你都可以從這邊 去再做觀察 或者多天的價格 你也可以做多重 這邊有個多重 你也可以打勾啦 假設你要哪一天 你就按哪一天就對了 12月1號 OK 不過這個價差 也實在是 太大了吧 價差至少到了 400多塊 到75塊 差了至少 5倍以上 OK 怎麼會差那麼多嗎 青蔥上面是有漲黃金還是什麼 還是 差距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買過這種這麼貴的蔥 我們 一般是 一公斤 它這個一公斤的價格 可以差到這麼多 不同的市場 會有不同的 這麼大的差價 那我不是把那個低的拿到高的去賣嗎 這樣不是賺差價就好了嗎 OK 所以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 主要 我們 後面還有延伸的部分 就是請各位試試看 雲端 它連結上有7個 想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把7個 全部下載下來 不是圖法令鋼 我是希望寫一個程式 一執行全部 7個全部下載 怎麼做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剛剛 我們就抓那個好了 其中一個資料就好了 來做分析 那分析的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 我主要是把 市場放在列 所以市場放列 OK 品名 放在 欄 然後呢 上面有個日期 日期放在篩選 最後把平均價格放在這裡 那 這個地方的話 平均價格 它預設會是加總 所以這邊可能有同學比較不熟悉的 值的欄位設定 請你把它改成平均值 不然的話 它變成說 12月1號到12月31號 它就把它全部的 那個價錢都加總在一起 顯示出來 當然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看 12月1號到12月31號 平均 1公斤多少錢就好了 OK那你可以從 這個地方 去做修改 那並且 把這邊做個排序 這邊A到Z 然後並且把那個什麼 小數點拿掉 然後 再來就是 去除移除總計 最後的話當然 我們目標 目標就是 做個視覺化結果 因為你要給老闆看 老闆 告訴你 輕充的價格 你可以從這個 圖可以看得出來 高高低低 因為這個 應該 用圓形圖 好像沒辦法表示 所以我們還是用什麼 用這個把它先 先關掉 讓它 放在這裡好了 這個是圖力 圖力如果你 不要讓它顯示的話 這個也可以把它delete掉 這個不要讓它出現 上面就輕充 旁邊 那個東西 如果不想出現的話 你可以看出 高高低低的 除了輕充之外 你可以再做其他的 甚至可以做交叉 像那個 剛剛講PowerBI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它就可以把所有的 所有的品名 做一個儀標版 全部都幫你列出來了 你就不用說一個一個 像樞紐分析表就比較麻煩 裡面一個一個 鎖動要做 所以當然各有各的優點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 不妨可以 Google一下 PowerBI 它會有一個免費版 你們也可以用同樣的資料 會給 PowerBI試試看 PowerBI還蠻值得 試試看如果你有常會需要 做一些 大量資料的分析的話 是一個還蠻好的工具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